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4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实施多轮全民核酸检测 有迹象表明 全国范围内所有一二线城市可能都将进行大规模的检测 届时检测成本将会达到中国2021年GDP的1.5% 本周辽宁省大连市宣布 从周四开始每周都将进行核酸测试 河南省的物流中心郑州市也在周二表示 它将进行三轮全民测试直到周五 在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等大城市开展全民检测之后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加入了推动更加频繁测试的行列 以应对疫情的重新爆发 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陶珠表示 为了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 更好地协调病毒控制工作 在五天的劳动节假期之后 定期大规模检测的做法 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推广 如果中国所有的一线和二线城市 大约五亿居民实施一年的大规模检测 成本可能高达1.7万亿元人民币 这将是中国2021年GDP的约1.5% 或者说是去年公共财政收入的约8.7% 宏观分析师警告 额外的成本将会给地方当局和市政库房 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由于去年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压 今年又实施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支出 以提振中国经济 地方政府的金库已经很紧张了 分析师表示 每月超过1000亿元的核酸检测采购费用 不是一笔小开支 除了让居民承担部分费用之外 发行特别国债是一个重要而可行的选择 北京坚定不移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 经济学家继续警告 这些严厉的措施会阻碍北京 2022年5.5%的GDP增长目标 但是一些公开表达担忧的专家已经被噤声 惠育国际评级机构周二将其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从4.8%下调至4.3% 并且预计中国动态清零战略将会持续到2023年 分析师陶珠认为 尽管全民定期核酸检测可能不是最佳方案 但是定期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仍然是比封城成本更低的选择 他估计如果上海等全国最大城市被封锁两周 每月损失可能达到1568亿元人民币 至少在成本方面 定期进行大规模测试 可能是比高强度封锁更好的选择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 截至4月中旬 中国有新冠病毒检测机构约1.31万家 日检测样本5165万份 刚刚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财报结果显示 中国几家主要的冠状病毒检测企业 在第一季度实现了巨额的同比利润增长 从58%到190%不等 中国没有尽头的清零策略 令西方政界和经济界对中国市场的乐观期待 正在化为抛影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称 尽管经济代价惨重 次生灾害频发 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仍然一意孤行地坚持推行清零政策 这位中国领导人正在改变中国 这篇题为中国的真面目的文章写道 这一切不禁让人回想到了黑暗的过去 中国不再重新开启国门已经成为了可能的场景 对于长期封锁阻碍经济发展 政府已经不再提及过去40年来改善国民生活水平的承诺 取而代之的口号是要对新冠病毒赶尽杀绝以确保14亿人民的生命安全 评论指出上海在小区外搭建铁栅栏的场面令国际社会感到震惊 然而这样的手段在中国并不是第一次 文章认为这种清零政策的代价极高 已经将国民经济逼向了大萧条的边缘 数十万上海民众被送往隔离中心的同时 北京最高层也显露出了其真面目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公开宣称 发展经济已经不再是首要目标 在习近平看来 资本市场早已成为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隐患 北京表示如果不对资本进行管控 将会带来无法估量的苦难 像回到50年代一样 国家将再次主导经济的发展 德国媒体最后开玩笑地说 常有人说中央高层有一些出色的战略思想家 他们已经为中国的崛起制定了长期方案 但是现阶段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也许因为他们正在被隔离 美国准备对中国监控摄像头公司海康威视 实施严厉的制裁 这一决定将会影响纽约 伦敦 新加坡等国际大城市 金融时报报道 根据熟悉内部讨论的四位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为对海康威视 实施与人权相关的制裁奠定基础 尽管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但是白宫希望以该公司为目标 这将是美国首次对一家大型中国科技集团 实行此类的制裁 此举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为与全球最大的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 打交道的公司和政府将会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向盟友通报其意图 因为任何制裁措施都会对使用海康威视产品的 180度个国家产生影响 华盛顿指责海康威视向中国政府提供监控摄像头 帮助镇压在新疆集中营的100万威武二人 拜登政府跟随川普政府指责北京犯下种族灭绝罪 数据显示 全球有超过1000个城市使用海康威视的摄像头 该公司的前五个国际市场是 越南 美国 墨西哥 英国和巴西 国际人权组织表示 如果实施这些制裁将是一个巨大的发展 人权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对监控技术进行监管 以免他们被滥用于政府的部署 在白宫发表审议情况后 海康威视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 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仍然有待核实 我们认为任何此类制裁都应该基于可靠的证据和正当程序 我们期待得到公平和不偏不倚的对待 美国国会于2016年通过法案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 对涉及侵犯人权的实体实施制裁 财政部负责将违反法律的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名单 美国分析人士表示 将海康威视加入特别指定名单 将是对北京数字化议程的有利举措 也是美国政府现在愿意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的升级信号 但是替换掉海康威视的产品有巨大的成本 可能会花费数十亿美元 也需要数年的时间 因此对民主国家来说 启动这类措施也有阻碍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已经将海康威视列入了商务部的实体名单 禁止其获得美国制造的技术 此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 在纽约的首次公开募股 这加剧了滴滴的监管困境 在中国当局对滴滴展开调查后 滴滴第四季度的收入下降了12.7% 滴滴的股价自上市以来已经下跌超过85% 使其最大股东软银愿景基金的持股价值减少了近100亿美元 滴滴承认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与我们联系 并就此次股票发行进行了询问 并且补充说 我们正在配合调查 但是要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消息 导致其股价再度下跌 与此同时 中国的其他科技股周三也延续了前一天的跌势 继续大幅下跌 以中国大型科技股为主的恒生科技指数 周三下跌了3.3% 在此背景下 中国央行周三再次重申 将对科技企业的金融活动实施常态化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于4月29日召开会议 讨论实施金融支持经济 和促进科技平台公司健康发展的政策 暗示当局会放松对该行业的监管打击 人民银行还补充说 要加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金融支持 已经确认的政策将会更快落地 国际金融研究所发表报告称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中国资产遭到大幅抛售 人民币距离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金融研究所在周二的一份报告中称 在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 投资者开始抛售中国股票和债券 并且在整个三月继续抛售 使今年前三个月成为中国资本外流 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季度 资金外流一直持续到四月 该报告还研究了俄罗斯 是否在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 被冻结之后抛售了中国资产 报告称 虽然俄罗斯可能在二月下半月 动用了人民币资产 但是由于储备稳定 三月份没有明显大量抛售的迹效 国际金融研究所表示 新冠疫情的封锁 贬值 以及与西方国家地缘政治的风险 是解释中国的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距离成为全球顶级储备资产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人民币在中国以外 并未被广泛使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 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2.79%左右 随着中国与新冠疫情的再次爆发作斗争 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贬值压力 瑞盈周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 除了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信心减弱之外 人民币在进出口商之间 已经从看涨转为了看跌 初步迹象表明 与3月份相比 4月份外币兑换为人民币的次数 可能会减少 而与此同时 人民币兑换外汇大幅上升至68.1% 是2019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